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警卫天职》的拍摄 现在已经是第二系列了 不知道第三系列还没有我 那我戏里面也都是一个法医 这部戏我每次发生一些案件的时候 我都会到案发现场去看一下那个主司 还是一些无名的名师 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到那个解剖室去解剖 那每次我们到了案发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警察部队 他们对我们的那个support 就他们的logistic support都很强 然后我每次很惊讶 现场能看到这么多警车啊 然后他们也派出我们真的警察人民来协助 所以在案发现场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那些procedures 就不会做错啦 所以我觉得如果观众看的话 就会比较了解到我们新加坡的那个警察部队 他们是怎样去办案去查案的 那真实感很强的部戏 那有时候看警卫天之一的呢 就会知道戏里面威秀呢是跟玉武在一起的 那这部戏呢就来了一个风流俱讨的 风趣幽默的 自以为风趣幽默的法律 那就是我了 我插进了他们的感情世界 那我变成了一个 不是不是第三者 只是威秀的另外一个选择 那戏里面我当然是跟威秀的戏最多啦 那跟其他演员会 所以只是有工作上的接触 但是感情戏啊还有一些平时就 好像都大多数都是感情戏跟威秀 就是他对我这个人物慢慢的产生了好感 然后他又跟玉武那边有一些感情的一些 误会啊纠纷啊 所以我变成了他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戏里面最终呢他会跟玉武还是跟我王肯强 自己收看 请记得在2月18号晚上9点8频道收看警卫天哲2